所以這個第一列OK的話 底下的規則就是第一個是TH 14個TD 所以要怎麼樣寫出後面的東西 我後面這個把註解打開 註解把它取消 底下就是從第一列 我剛剛是本來0 我把它改成1 為什麼改成1 因為上面這邊用掉了 有沒有 這邊的話 這邊有一個TR0 有沒有 已經用掉了 你不能再用 如果再用的話 再變多一個東西 那接下來的話 把這邊先第一個改1 那第二個的話 就是說我要查的就是 因為它有兩個東西要查 第一個是查什麼 查TH 所以你直接拿這一行來改就可以了 這一行有沒有 查TH 這個把它複製到下面 那一樣是 透過哪一個去查呢 這邊是第一列 所以你這邊把它改成I就可以了 把0改成I 上面複製下來 把0改成I 那產生的話就是TH 或者我好像 我雲端上是改成TH 沒有S 因為它只有一個嘛 所以我就改TH 那接下來的話 我要把它放在哪裡呢 把它放在這個地方 Sales的第幾列 所以我要把它放哪裡的話 那一樣拿這個來改 這樣比較快 比較不會錯 哪一個 那這個地方的話 請你把 1改成I 因為將來的話 它會一直往下放 所以I會一直增加 那第一個一定是放在I 可是不對 應該是I從1就放這邊 應該是I加1吧 所以記得 I要記得加1 把它放到I的下一列 OK 不能放在I的原來那一列 不對 應該是第二列 然後呢 底下的這個地方是放哪一欄 那因為呢 它的TH一定是放A欄 所以這邊其實你可以有個敘述方法 你直接打個A就可以了 A欄裡面呢 幫我把第幾個 這邊的話就有一個 所以這邊只有加0就可以了 就是TH 沒有S TH的第一個啦 第一個的話就0 裡面的資料 幫我抓到 這一行先拿掉 這一行 OK 那如果你假設寫完這樣之後的話 我把它Run一下執行一下 那你可以看到 應該A欄的資料就出現了 看一下 OK 把它Run一下 有沒有發現 這個A欄的資料有沒有 就通通跑出來 一直到5 7 沒錯 OK 所以這個部分的話呢 就完成第一欄 我剛剛只有做幾件事 就是把回圈裡面的這個0改成1 然後這一行的話 是拿上面這個來改 把它貼過來 改了幾個地方 本來是0嘛 改成I 那名稱的話我改成TH 好了不要跟它一樣 其實一樣也沒關係啦 只是我的習慣因為只有一個 所以不要加S 不然會誤解 然後取得它裡面的資料 就 因為只有一個嘛 所以就是TH 裡面的資料 然後放哪裡呢 放在它的第一欄 這個是A欄裡面的 第幾列 記得這邊要加1 因為如果沒有加1 變成淡水放上面 那就錯了 好 那接下來的話 THOK之後的話 再來的話就TD了 那TD怎麼做 TD一樣 TD的話 你或許也可以 這兩行其實也可以拿來負 我們先把 TD裡面的什麼 B欄先找的 這兩欄 這兩行把它複製貼來改好 改的話就是找什麼 找TD 所以後面 也就是說在這一列裡面 先找TH之後再找TD TD的話 那名稱就改成叫TDS 這樣比較好理解 TDS表示很多個 沒有S就表示一個 OK 那放哪裡的話 列都固定的 OK 藍的話改一下 這個改成B藍 然後這邊的話 因為是TDS 所以這個名稱的話 也是叫做TDS 那我要的是 因為TD總共有14個 那我先把第一個 放在B欄裡面 那就是這個東西 這個B欄 那把它RUN一下看一下 B欄的資料 應該1月下面就有了 有沒有1月就有了 那你說老師 那再來的話是 2月怎麼辦 一樣 請你把這一行複製到底下 這邊改成C 然後這邊 因為TD總共有14個 所以它的編號一定從0到13 所以你假設這邊改成 1的話 放C欄 OK 然後執行一下 那2月的話理論上也有了 也有了有沒有 那你說老師那下面呢 一直到12月怎麼做呢 當然有一個比較笨的方法 如果你真的程式寫不出來的話 不會回圈的話 那你就是直接怎麼樣 把這邊一直貼然後改 反正就把這個加1 這個的話就把它怎麼樣 換下一個英文字 不過跟各位講 這邊也可以改成數字 我前面講過 你可以寫這樣 也可以寫成2有沒有 這邊改成3 234也可以 其實這邊改234好像比較OK 為什麼呢 你會發現 是這個好像也有個規則 它應該是 0到14 14-1嘛 0到13 那這邊的話呢 相差1 相差2 所以說乾脆把這邊追加2就好 所以跟剛剛有點類似有沒有 所以寫三個應該就夠了 再把這三個註解一下 然後再寫回圈 如果你那個回圈不太會寫 其實也可以參考上面的寫 其實上面長得蠻像的這個 然後阿冠拿這個來改可以 這三行 有沒有 這三行把它複製到這裡 然後按個TAB鍵 下一階 for a 等於什麼呢 那就不是th 應該是tds 它的總數-1 -1的話應該是14嘛 14個-1 13 對0到13沒錯 那再來的話 這邊一樣就tds 一樣是d 這邊的話記得要加2 我剛剛有把這個規則 ok 然後i2的例外一定要對 這個不能是1 這個要加什麼 這樣把它改成i 不然的話 s都在第一列 不對 應該是一直往下一列 所以基本上的話 這個回圈呢 你們可以參考 上面這個來改 那改的話我大概改幾個地方 這個名稱一定要改 反正這邊叫ths 這邊叫tds 那這邊的話呢 就是加2 這邊這個要跟著di 去變動它的列 好 應該就完成了 ok 欸 寫完了 這不了不起 不容易 雖然沒幾個字啦 但是效果其實還滿明顯的 所以如果假設你要把程式學好 我發現很多同學應該 最容易卡住的地方 應該就是回圈了 所以如果你可以跨過回圈這個坎 後面應該就海波天空了 城市就沒什麼困難了 真的 我發現我剛開始最痛苦的 就是把一個回圈寫出來 因為我覺得 腦袋裡面沒有回圈這種概念 硬要把它變成回圈 真的不容易 好 直撞一下 OK 看一下結果 結果不對 為什麼 他哪裡錯了 這裡好像第一列被蓋住了 可是底下就少一個 那應該哪個地方錯 應該可以猜得出了吧 i等於1 不對喔 i指的是列 所以這邊應該怎麼樣 猜得出來 猜看看 為什麼 就讓它往下一列不就好了 所以只要把i怎麼樣 加1就好了 OK 應該可以懂的意思吧 所以有這個bug 其實不會很可怕 最可怕的就是你不知道怎麼改它了 其實就這樣動我腦筋 我覺得還滿快的可以把問題解決了 執行一下 應該OK 對 沒錯 有沒有 它就往下一列放了 就這個地方 應該可以懂什麼意思吧 所以這個地方最難的第一個就是回圈 第二個的話就是i跟j的關係 i指的是列 j指的是藍 OK 那就是二維的啦 有藍有列 所以這個如果你可以搞懂的話 那以後做很多的事情就簡單了 反正不外乎很多東西可以表格 你就把那個二維的 表格就是二維的概念 這個可以把它突破的話 不是只有這個地方 其他地方很多地方也都二維的 OK 試試看好了 所以剛剛寫的 基本上就是中間這一塊 那程式 這個章就可以拿掉了 所以我就把這個拿掉 寫完的結果就長這樣 然後這個的部分的話 雲端上面應該也有 我看應該長得都一模一樣 就是這個地方 所以剛剛寫的就是這些 在雲端白板的第二頁的地方 參考 對 這裡 我剛剛漏掉的就是這個 所以這個bug 把它放大一下 這個字加出體 把字變成紅色 OK 這個是 這個加一很重要 所以我自己也 寫這麼多年的程式 我是會難免會漏掉一些東西 不過沒有關係 bug不是很可怕 就是你反正看到什麼 你只要觀念清楚 馬上你就知道 原來程式錯在哪裡了 那這個也會發生在 TriVT提供給你的程式 一樣的道理 我發現他給你的程式 常常都要debug 我好像花很多力氣 其實就是在幫他debug 所以我剛剛講一個重點 如果你debug的時間 跟你自己寫的時間 比較之下 反而debug的時間花更 那你何必用TriVT對不對 但是如果相反 他寫了 或者也可以方法 他給一個架構 或者他產生一個範本 有點像我們上課 我提供範本給你們 但如果你這個說 這課程結束之後 你沒有範本怎麼辦 那你可以用TriVT嗎 我覺得TriVT其實 就有點像是一個老師 他提供給你範本 然後可是問題 就是你可能剩下來 就是你要自己 把他的可能的bug 或者他寫的方法 風格不太一致的話 那你可能要自己 培養那種 了解程式的這些基本功 這個我想應該也沒辦法取代的 比起以前的人學程式的歷程 應該是輕鬆很多 因為以前沒有缺到一步 他簡直不得了 以前哪有那麼好 以前都要慢慢 一行一行慢慢call 真的很辛苦 而且沒有那麼多人 跟你這麼多的提示 然後也沒有像YouTube上 很多影片可以看 網路上也查不到 怎麼辦 真的太辛苦了 現在的話有太多的輔助 所以可以讓你比較輕鬆 但不表示說 你就完全都不需要學習 只是說你的學習 不需要像以前那麼的填壓 以前是很填壓 以前基督老師都叫你 從頭到尾自己把它背起來 背這程式幹嘛 不知道 反正就背 老師講背起來就把它全部背起來 照著打出來 甚至我們記憶力都還滿好的 照著打 run一下 有run出來為什麼 不知道 反正就照 以後呢 寫程式也是照著寫 為什麼 不知道 其實後來我會發現 我為什麼慢慢都知道 以前自己在當工程師的時候 什麼都不知道都沒關係 但是一旦呢 你上了講台的時候 就不一樣囉 為什麼 因為底下學生每個地方都會問 所以我剛開始教程師的時候 我也很害怕 我怕學生問我問題 所以拚命講 不要問了 下課 OK 不然的話我怕我打不出來 OK 所以這個當然也就是另外 不過啦 就是自己要花時間去 真的徹底了解 每一行你就會完全去體會 以後解bug就是小事 好 那請各位試試看 把剛剛的程式完成 最後run起來應該就沒問題 就可以把這個程式全部都解出來 好 那這樣來的話 當然喔 最後其實我有在提供另外一個 有同學說 老師那 可是如果我要抓的資料 並不是氣溫 而是希望能夠取得降雨量的平均的話 你說老師那這個怎麼做 降雨量耶 降雨量要能夠怎麼取得降雨量 首先你必須要怎麼樣 先點一下這個下拉清單 然後再去點第幾個 1、2、3、4、5、6、7、8、9 第10個 第10個如果所影值的話 那就是0到10-1嘛 就9 所以index是9 所以有沒有什麼方式可以點一下 它可以產生之後 那我再把這個降雨量給抓下來 所以如果假設要抓降雨量的話 那這個就難喔 OK 不過跟各位講喔 如果你要抓降雨量的話 我在雲端上有提供 如果你有興趣的話可以玩嗎 我覺得這樣還滿好玩的 如果你假設要讓它有點選 下拉清單的效果的話 這邊有個下載降雨量 那最最最大的城市不同的地方 就是在這個地方 第五頁嘛 這個區塊 那這個區塊的話其實在做什麼 其實這個區塊喔 其實就是我剛剛講的 做什麼動作呢 就是找到那個 我們下拉清單那個叫item 那item怎麼知道呢 其實就是用右鍵檢查一下 這個按右鍵檢查一下 這個東西叫什麼 它的id有沒有 叫做item 所以在IE物件裡面有個方法 叫getElements有沒有 byid喔 不是takeName喔 我用id去找這個item 找到之後的話呢 我把它的select select就是選取的index 改成9 為什麼改成9 因為呢 我要的是什麼 我要的是第10個嘛 它所以只是從0開始 所以給它9 然後在底下這個動作是說 讓它可以利用這個 IE點當一個物件喔 它有一個方法叫createEvent Event就是事件 什麼事件呢 就是讓它卷動有沒有 點第9個嘛 讓它卷動一下 卷動的話呢 其實就是關鍵就是一個方法 叫dispunch 有沒有dispunchEvent Event就是事件 意思就是讓那個動作產生 然後如果它卷動之後的話 這邊一樣等一秒鐘 為什麼 因為它卷動的話 資料會重新跑一下 那我再把它抓下來 理論上呢 就可以把降雨量抓下來 喔 這還滿好玩的喔 所以如果你假設把這個 這個地方Ctrl C好了 其實什麼都不動 放哪裡呢 放在剛剛的程式應該是 這個 秒數的下方這裡 等3秒鐘這裡吧 然後把它貼上 貼到秒數下方這邊 其他都不動吧 那你會發現這個動作就是 讓它切到第9個清單 OK 然後呢 執行一下 就是index第9個 那理論上應該這個就是降雨量 有沒有看到 這個是 是不是降雨量 應該是吧 我看一下 降雨量的話應該就是 105.9 對應該就是了 OK有沒有 105.9 296.7 有沒有 所以喔 同理可證 如果假設你今天不一定是要 這個降雨量 你要的是日照時數 那就是index等於0不就好了 有沒有點一下 日照時數有了 所以光只是一個小小的動作 你的表格數量就暴增了 你的資料就多了 有沒有 那你說老師那可是我如果不要台灣的 我要中國或全球的好了 那到底一樣 按右鍵 檢查 這個ID叫location 所以你可以怎麼樣 讓那個location卷動嘛 可不可以啊 那就是可不可以抓到的是全球的 這個資料 當然可以啊 所以其實這個變化很多啦 這個光這一招 其實 就很多很多的變化 那你說像很多像什麼 網路上 像之前有那個 那個什麼 黃牛票 其實也是這個衍生出去的啦 OK 所以就是只要你能夠去變動網頁動作 然後把它做完之後 付完費用 那票就是你的啦 那有的時候呢 嗯 別人一定比不上電腦 而且你會累嘛 你要等對不對 standby這樣 他是剛好時間到就做 而且還不能做太快 所以我們不是wait wait就等一下 你不能一下太快 這樣有時候會更新不過 就會把你當成那個什麼 爬蟲啊 就電腦 會識破 所以有的時候會讓程式跑慢一點 那請各位試著把剛剛這個部分再加一下 我是把下載降雨量的這一段程式嘛 放在第五頁的地方 第五頁 OK 試一下